女人大小事 歡迎收看女人大小事 我是主持人黛黛 那我們今天呢 一樣呢是胡心平胡醫師 來跟我們所有姐妹們分享 其實每一個女生都會遇到的事情 就叫做月經 那其實黛黛啊 我自己本身在高中的時候 我有因為一次月經來之後 我去捐血 那時候什麼都不知道 因為我之前住的地方呢 就是想想 然後我們捐血去送電影票 所以你就不知道嗎 就是幼嬰很大就跑去捐血 可是捐完血之後 隔天早上升血的時候 我就在全校面前看到了 對 真的選了一個超好心 超好心 對阿 沒錯 其實我們在MT 就是月經來的時候 都會有一定的失血量 所以呢 在月經期間或是月經結束 人生都會有類似就是 輕微貧血的一些問題 所以你可能會 就是像你剛剛講 會暈倒 對 或者是頭暈 那你甚至會有一點 心跳變快 然後會去外面 我還遇過一個最神奇的案例 是他來跟我說 他舌頭已經麻了兩三個月了 然後我想說 舌頭麻 然後他就 對 但他自己就告訴我答案 他說 他就去西醫看了好幾次 然後都 西醫原本也找不出原因 後來就幫他抽血 但是他行為數很低 就真的有貧血問題 但他就想說 他不想要吃西藥 然後就跑來看照片 然後就給他用一些事物啊 或者說膠啊 這種補血 要吃一吃 欸 吃一兩年蛋 他就完全不麻 嗯 所以主要是補血 對 我可能是因為我月經的時候 我又失血 然後再加上電影票 然後再加上電影票 沒有是電影票 買電影票 用你的血 對 現在好像是可以了 可是以前 以前我這邊是真的可以 就是給你拿電影票 所以我那時候都好想去捐血 然後可是因為 有一次經驗之後 我就知道 喔原來 因為醫生也有跟我講 我媽嚇到了 那是我第一次 就直接 我是暈倒 我還不是貧血而已欸 我是那個突然 超誇張 突然就 這樣子的那種 所以我後來就知道 其實月經來 欸 月經結束之後 其實我應該要先補血 對 然後我反倒還跑去捐那兩百五十四十 對啊 所以月經後面補血也很重要對不對 對 像是我有時候 因為 有一段時間 像是快要冬天的時候 身體就會變得比較差 因為開始冷了 然後月經結束之後 我自己都會去吃那個 月經走之後 不知道對不對 我就吃牛排 覺得補血 然後吃櫻桃 然後就會 沒有去賣場就會買櫻桃 買葡桃 人家都說 外皮是比較紅 比較黑的 像櫻桃葡桃啊 然後紅肉 都可以補血 這是對的嗎醫生 一般來說 我們要補血比較補甜 對補甜 那在食材裡面 牛肉確實 別的含量也蠻高的 然後還有就是 拌一些肉類 然後還有什麼 燕麥啊 燕麥啊 對 豆類 或者是雞蛋 其實呢 都含有比較豐富的甜 但是櫻桃跟葡桃 其實我也蠻好奇 為什麼會有這樣子的 大家會有這樣的想法 可能是紅紅的跟血很像吧 對啊 可是我真的聽說過這樣子欸 但他們其實含鐵量才好 所以其實 真的嗎 我真的有遇過我男朋友 就是我可能結束之後 月經結束之後 他去賣場 然後搬一盒櫻桃的時候 來吃補血 沒關係這樣也蠻好 你就把它收下吧 這樣也很好 可是沒有什麼用 對 他裡面是含叫做花青素 但是花青素不是鐵 所以我們要補血 你就要補鐵 但是補鐵的食物的話 就是剛剛講的那些會比較適合 嗯 那中藥的部分的話 當然補血力道真的更強 所以就常常聽到 當歸 食物 或者是和首屋 或者是 以前在 連續劇裡面 大家就很喜歡拿出來 中鵝鵝椒 沒錯 對 鵝椒也是一個很好的 中藥的補血藥 讓它們能夠達到 比食料還要更好的 這個補血的效果 五元大小事 雞毛醬酒 下班時 跟朋友歡聚在一起 喝上幾杯雞毛醬酒 現在已經成為時尚的享受 及增進友誼方式 貴州茅台鎮優良酒廠出品的雞毛醬酒 酒質香醇 濃厚 順烤 好喝 不上頭 有高品質的質量 平民的價格 是人人喝得起的酒品 這就是貴州金毛醬酒 能成為時尚社交必備酒水的原因 您品嘗過了嗎? 敬請關注 點贊 分享 想請搜尋 圓紅好酒莊 請請 請請